好,這就是47人案 47人案現在要審的控方證人全部出場了 現在正下來,就去到下一個階段 就是去到法官如何就著現有的證據 套用共謀者原則去定罪 大概是這樣 今天三位法官都講過問題 首先爭議的是,這叫共謀者原則 共謀是什麼時候去謀 因為我們大概都知道,現在所有的案情 絕大部分是發生於在國安法立法之前的時間 尤其是,就算你說的是半國大查犯 那是2020年2月發生的事情 那這個2020年2月發生的事情 那時候還沒有國安法 你共謀 如果你共謀的話 我就按照辯方的律師 辯方律師 我先看看 辯方律師就說 你不可以就著,我沒有可能就著一個 今天不是犯法的事情 你罵我是共謀的 因為他們那時候 我們說什麼35多的時候 那時候 我們都是就著基本法 給我們的權利 是去我們拿到最多的議席 然後運用基本法的權力 去否決你的預算案 有這些基本法裡面 有這些規矩 這就是今天 黃宇日 代表鄭達雄和梁國雄大律師 黃宇日在陳詞裡說 他就這樣說 現在控方 他說被告在國安法實施之前 已經涉嫌 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這個突然又是另外加的了 但是有關控罪 跟顛覆國家政權的控訴完全不同 但是最主要 現在是說的 就是國安法這個問題 你現在說的共謀者原則 當一個人不能夠預視自己的言行 或者目的 可能在將來變成非法 共謀者原則 就不應該適用於這些情況 是不是很合理 我也不知道 我現在 拿著把刀四處走 是會犯法的 現在沒有這條法 當我決定這樣去做的時候 你不可以說我那一刻已經開始 就想著犯法 有個犯意 有個犯罪動機 原來兩個星期之後 你才說 現在不可以立法 不可以拿著把刀四處走 你這樣告我不合理 那你豈不是秋後算賬 是吧 今天黃宇日大律師說這件事 今天陳慶偉 他一開庭的時候就說 他就說要根據現在的證據 他就說 舉例 戴耀廷在不同的階段發佈不同的文章 又是攬炒十部曲 我們都不爭議 是不是接納成為環境證據 爭議的地方 我們怎樣運用這些證據 因此 我們根據控方的陳詞 似乎控方的陳詞 指控每一個被告 現在你控方 指控所有被告 47人 是哪一個時候加入串謀才是最重要 而現在 你竟然周天行和曼德豪他們是沒有這些資料 你自己都不知道他何時加入串謀 那你怎樣去判定他是不是犯罪 一向都在說 當個官提出這些質疑 或者辯方提出這些質疑的時候 就已經是一個叫做 申請永久終止聆訊的前奏 其實應該是這樣 他就舉例 控方現在指涉案的謀劃 是在2020年1月的一個飯局裏面 我記得好像是2月 不過anyway 1月 1月的一個飯局裏面 戴耀廷和歐樂軒之間的協議已經形成了 他就問控方 如果法庭我不同意這個是謀劃開始的日子的話 那你下一個謀劃開始的日子是何時呢 他就說 是3月25日公民黨辦記者會的日子 這是周天恒說的 然後李雲騰法官就說 那個記者會戴耀廷和歐樂軒沒有參與 公民黨啊大哥 你很難這樣去露屈 好了 陳慶說 算了 如果這個我們又reject了你的話 那你下一個 你下一個共謀的日子是何時呢 你怎樣畫線 現在就問控方怎樣畫線 其實都很麻煩的 你越遲畫 你可能加入 你可能令到很多人脫墜 大問題如果你早畫了的話 網就大些了 如果這個我們不接受 你多選一個日子 那周天恒就回答 6月8日 2020年6月8日 因為那天趙家賢就叫戴耀廷 發出那些國區協調 機制文章的最後版本 陳慶偉就在那裡說 他反問周天恒 那你6月9日 那你又算不算 因為6月9日 是第一個35plus 搞記者會舉行的日子 那個就是official 你見記者去公佈 但是這個當然可以爭辯 如果你說在協調會裏 你發出一個final version 其實那個就已經 共謀完成了 但是現在anyway 就是陳慶偉 在試探控方 現在國安法官 在試探控方 他之後怎樣去回答 好像還未回答 但是陳慶偉又補一句 當現在你控方 你去說 有一個謀劃 首先在那些組織者之間出現 一定是在組織者出現 然後 才會有其他被告加入 即是參選人 加入這個謀劃 現在控方就想說 就將被告在國安法實施前的言行 就用來指控各個被告參與謀劃 那麼法庭呢 我們現在有需要知道 哪一些證據可以用來指控哪一些被告 他的程序就是這樣走 他的邏輯就是這樣走 那好了 譬如你說其他的共謀者 好像民主動力的總幹事 黎敬輝 問你周天行 是不是另外有獨立的證據 說黎敬輝是共謀者 他雖然是民主動力 但是現在我們知道的證據 黎敬輝只是出席協調會議 以及做會議紀錄 那誰都說他是職員 趙家賢也說是職員 他是沒有給個人意見 我純粹是一個administrator 我純粹是一個staff 那我謀什麼呢 但是趙家賢就說 他很多事自把自為做 尤其是Facebook裡面的事 其實很賤格 其實他是最對不起黎敬輝 然後陳慶偉 就要求控方 你現在有三個共謀者 就不在犯人欄裡面 就現在沒有被困 就是蔡澤雄、黎敬輝和郭榮鏗 你現在麻煩你 就將所有人參與 涉案串謀計劃的日子 全部列表出來 讓我們 讓法庭 可以在現在共謀者原則的爭議下面 確定 所爭議使用的證據是哪些東西 你畫了線 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開始共謀 那我們的證據就可以用 或者應該怎樣用 由我們來決定 由我們去make sense去決定 憑著常識去決定 但是呢 周天恒他們說 有困難 可不可以這樣 我只是列出那些不同的被告 不遲於哪一個日期參與謀劃 但是問題是 你47人 你一口氣抓了那麼多人 你應該是會 有一個成案的日子 可以還給官 應該是這樣 你控方去告人的時候 應該有證據 應該是有證據 也都告訴你 他們 犯案的 程度是什麼時候 其實 大家聽了那麼多 歐樂軒 趙家賢 鍾錦倫的作工 但是其實 都只不過是聽到一個故事 但是 什麼時候成為 顛覆國家政權 那些罪行 我們是聽不到的 國官其實是問回這個問題 最終你怎樣 第一最終你怎樣告他們 第二樣東西就是究竟 他們什麼時候成案 你一直都是問這兩樣東西 而你講的孟德豪 周天恆 他們全部都回答不了 我想他們的心裡的想法就是 你問回鄭雅雄 你問我來做什麼 嗯 真是好笑 最後 現在陳慶偉法官 就叫他 總之我們不理你孟德豪還是周天恆 總之你都列出來 每一個被指控參與 最謀劃的每一個階段日子 你都寫出來等我們決定 就是這樣 原來 曼德豪今天還有回應 辯方陳詞 引述美國的案例 比如這個 United States vs Dennis 說這個案件 涉合1940年 幾個美國共產黨的成員 因為參與這個計劃 暴力去推翻美國政權 違反1940年實施的Smart Act 而被定罪 一件這樣的事 陳慶偉法官就說 Dennis這案件 是唯一一個受爭議的證據 就是有關被告以外 的美國共產黨教師 在1940年之前 Smith Arts實施之前 曾經到過莫斯科的資料 說過這些事情 國安法為什麼要用美國的 美國的這些案例 Tim Owen都加入不了 去到幫維茨英 就是輸打營耀 真的 硬來的 他們就 好了 我們今天